今次这条《阅读理解》系列的短片 想和大家去看一看《咬菜根》的这篇文章 我们看一看题目的时候 可能你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什么 但不要紧的 从题目中我们都知道 这篇文章就是围绕着《咬菜根》的 可能是一种扎俗或传统去论说 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篇文章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看题目 这条题目就问作者起初是如何训练自己成为人上人的 那我现在就给15秒再一个时间 给大家去看第一段的内容 然后再和大家去找回答案 请我们再和自己说 我们再和大家选取 先看一下 这条题目是什么 正好 就是你 它来 你 要去 还去 行 行 行 好了,我们看回第一段的内容 我们就知道作者就说 如果他想成为人上人 他应该怎样训练自己呢 作者就说 他就看过一些股份 或者看了一些书 就说 得常咬菜筋 即做八事成 作者就说 原来多咬菜筋 是能够效用无穷的 于是就定立目标 就跟家人说 我从此吃素了 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 其实从这句说话 我们都见到了 作者起初 他就定立目标 就是说他从此 就要吃素了 即是吃素了 就希望能够训练自己 成为一个人上人 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 就很明显 就是施了 他就希望自己能够 透过多吃素菜这件事 而去训练自己 成为一个人上人 好到第二题 他就问 为什么作者在第一段的最后 会说自己不再执着了 因为什么呢 刚才大家看完第一段的内容 我就不再去重复时间 要大家去看了 我们就直接去做了 其实我们看到 作者在最后一段 他就说 后来我才发现 古人所说的常咬菜筋 其实是一种态度 便不再执着了 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常咬菜筋 其实不是真的叫你去咬菜筋 不是真的叫你去吃素 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态度 你要明白到这件事情是怎样一回事 所以我们来看看ABCD的答案 最符合作者的意思 就应该是C 就是作者明白到咬菜筋 只不过是一种形式 你不是实际真的要去咬菜筋 而是你要明白当中的道理 这样就可以了 而咬菜筋 这一件事只不过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形式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就应该是C 然后来到第三题 他就问作者和朱商这个人 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所以大家去看第二段的文字的时候 就特别留意作者在哪里有提及过朱商这个人 和他们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那现在我就大概给20秒的时间 给大家去看一看第二段的内容 然后再跟大家去分析回答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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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内容 其实作者一开始他就说了 最近去看五四诗人朱商的咬菜根一文 他以为咬菜根能成为英雄 这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 其实头一句我们已经看到作者 马上就说了答案 作者因为他跟朱商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就是朱商和作者 都是认为咬菜根能够成为英雄 所以作者就说 他的想法就跟我不谋而合 所以看我们ABCD的选项 这里也是很明显 就是作者和朱商都是相信 咬菜根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成为一个英雄 或者成为一个结出的人士 所以答案就是 就是他们相信 要成功要做一个结出的人士 是必须要去咬菜根的 好了 这一题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到的 接下来我们就去到下一题了 好,来到第四题 他就问 为什么作者认为 吃番薯是有为咬菜根的原意 这里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 咬菜根的原意是什么 其实在第二段 也有提及过 他说菜根原本是指蔬菜的根部 是一种粗淡的食品 要经过反复的嘴咀 才能够体会当中的真美 其实菜根的味道 也是非常一般的 然后就说 猪箱就发现 其实也可以去咬白薯 但是 我们看到最后那段有说到 但是因为白薯的味道甘甜 所以咬番薯 只是滥于葱嫂 始终有为咬菜根的原意 这里就好像刚刚说 咬菜根的原意是什么 因为菜根原本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粗淡的食品 其实它是象征 它是一个比较淡薄的生活 要经过反复的嘴咀 才能够体会到当中的真美 而且它的味道是非常一般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它是指着 我们可能要经过一些比较黑苦 或者一些比较朴素 清淡的生活 训练 才能够成为一个 人上人 他们当初认为是这样 所以 我们看回它说 因为 番薯的味道是甘甜的 它就跟菜根所谓的 粗淡 这些味道一般 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看我们 ABCD 那么多的答案 最符合 作者所认为 就是说 番薯是有为咬菜根的原意 答案就应该是D 就是因为番薯 本身它的味道是甘甜 不符合清淡生活的原则 跟咬菜根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就是D 接下来到第五题 它就问 第三段的主要写作手法是什么 我现在可能大概 45秒左右的时间 给大家看看第三段的内容 是有点长的 大家看完之后 我再跟大家分析回答案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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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开始去解释了 你看到他就说 譬如是这个宋代的鶴林玉露 就曾经说过这句话 其实 可能你们说 这些说话 其实我不太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其实不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题目 他主要是问 写作手法 他不是问 你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看看 作者 其实他最主要 他用了什么手法 这样就可以了 好像刚刚说的 他举了宋代 这个鶴林玉露的例子去说 好了 然后他又举了 这个明代 赛根谈的 这本书的例子去说 然后他说 青人的左中堂 在他这个29岁自提画像的提斯 那里 也有曾经说过 咬赛根这件事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他举过这些例子 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 咬赛根是很受读书人的欢迎 所以在这里 我们都很明确看到 他是举了不同朝代 宋代、明代和清代的时候的例子 所以在这里 其实答案 都是非常明显 应该是B 举例论证 好了 来到第六题 他就问 第三段 提及到古人 他说咬赛根这件事 是有什么的内在含义呢 因为第三段的内容 大家刚才已经看过了 我就不再给大家时间重提一次 我现在就直接和大家去看原文的内容 我们看到其实 他说 咬赛根这件事 是古代 有色知识 就是读书人 觉得成大事 必先从修养功夫入手 控制口欲之福 这个已经是简单以行的方法 其实就是说 透过咬赛根这件事 去作为一个修养功夫 控制自己的口欲之福 然后继续看下去 他就说 从这个宋代学林玉露的例子 就说 其实咬赛根这件事 以此提醒当权者应欺负收身 尽职责外户百姓 使百姓不愁没饭吃 我们看到在这里 咬赛根又有提醒当权者 要欺负收身的一种作用 好了 继续看下去 他说 因此 咬赛根就展现了一种 健婆坚忍 清苦磨练的自身态度 好了 这里我们看到了 健婆坚忍 清苦磨练的一种态度 好了 最后 我们看到 他就用左中堂这个例子 他就说 左中堂 他曾经经历过一些劫难 后来即使明成利就 他的生活依然十分健婆 而且他也叮嘱儿孙要咬赛根 不去子孙生活放纵 好 最后 就说 读书人 从这些例子 我们就看到 读书人 是喜欢以咬赛根 来代表 穷苦 认为能够承受艰难困苦 才能够成就伟大事业 所以 看看我们ABCD的选项 到底咬赛根 在古人的心目中 有什么内在含义呢 首先 A 修养功夫 黑腐修身 健婆坚引 清苦磨练 这些好像符合了肩引修身的含义 所以A 暂时的答案 我看上去是对的 B 健婆持家 我们看到 譬如左中堂的例子 左中堂的生活是非常健婆的 就是说 不让子孙生活放纵 是否意思是说 咬赛根也是一个健婆持家的含义呢 虽然在这里 左中堂 他有提及过 左中堂的生活是非常健婆 但是 其实他这里 主要是想带出的是 说 左中堂是能够去 克服 去 堅持 忍耐 去修结自己的 自身品德 所以你说是否健婆持家 应该这么说 它是包括健婆持家 但是 不是只是假健婆持家 其实所谓的健婆持家 其实都是包含 即是坚引修身的 已经包含在里面 所以 B的答案 就不对 就是不是只是健婆持家的意思 C 进责爱文 好像刚刚提及过 从宋代 学林玉露的例子 提醒当权者 要进责爱护百姓 他有提及过 那C是否答案呢 在这里同样地 虽然他是有提及过 但是他所谓说 要提醒当权者 进责爱护百姓 都只不过是说 当权者 应该要克服修身 他应该要控制自己的欧望 不应该因为自己是皇帝 因为自己高高在上 就无视百姓的生活 所以 同样地 咬菜根 它不是只是解进责爱文 它最主要 都是说要克服修身 D 成就大业 咬菜根 他原本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咬菜根 就能够成就大业呢 虽然文章最后 是有提及过 但是他不是把咬菜根 就是等于成就大业 而是说 因为咬菜根 代表困苦 如果我们能够 去捱得过困苦的话 我们才能够成就伟大事业 其实中间 它的含义应该是说 我们要能够承受艰难困苦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就不是说 咬菜根本身 可以帮我们成就大业 所以综合回这么多答案 应该是A 才是正确答案 好,来到第八题 他就问 作者前后两次去咬菜根的目的 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我也是大概给20秒的时间 去给大家看一看第四段的内容 然后再跟大家去找回正确的答案 然后再 sjuk销 。 怎会是啊 感谢观看 相信大家应该都大致看完第四段的内容 我们看到其实第四段主要就是说在现代咬菜筋这件事成为了一个时尚 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其实是很追求健康这件事 而菜筋就是一个粗淡的食品 所以就说它在现代来说反而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食物 而现代在市面上也有不少以菜筋作为一个菜式去吸引健康一族的追捧 所以我们看到在现代这一刻 其实咬菜筋是一种追求健康的一种时尚 去到最后一句 今天我望着自己肥胖的身軀 我怀着不同的目的又再次咬起菜筋来 想起而是哪种成为人上人的志向不禁 其实这一句我们也很明显看到 作者他第一次 就是他之前去咬菜筋是因为他有成为人上人的志向 就是他以为咬菜筋真的能够帮他成为一个人上人 就是在第一段有提及过的 但是看回我们第四段看到了 本身咬菜筋在现代成为了一种时尚 是追求健康的一种食物 所以我们看回他说 望着自己肥胖的身軀 作者觉得 其实我现在也是肥的 所以他也跟随着这种追求健康的潮流 就怀着和之前不同的目的 去再次咬起菜筋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作者第一次咬菜筋的目的 就是为了理想 就是因为他要成为这个人上人 而第二次呢 其实他就是为了健康 就是说望着自己肥胖的身軀 所以答案呢 就应该是A 好了 跟大家看完整篇文章 也跟大家做完所有的题目 在这里主要都是想提提大家 可以去特别留意一下每一段的头尾句 这件事我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 在之前的片段 但是也是再跟大家去讲解 就是说 大家都看到的了 每一段的头尾句 通常都是能够帮助你去找回 那个题目的答案的 也都能够帮助你去更加掌握到 作者在这一段 或者是整篇文章 其实他主要想带出的信息 是什么 而另外一件事 就是大家有时候 譬如第六题 其实是比较深的 他问有什么内在含义 因为好像刚刚说 其实他四个选项好像都有提及到的 但是 为什么我们最后会选A 就是因为其余BCD 这三个选项 虽然它是有提及到 但是 不是只是因为这一件事 它是包括了BCD这三件事 所以这个答案 就是兼人修身 就是包括要见破持家 也要懂得去盡责外民 要克服修身 最后透过去兼人修身 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就大业 所以这里大家要留意 到底他只是有这一个选项 还是包括这一个选项 大家就要特别留意清楚 至于写作手法的题目 大家都应该知道很常问 这些主要就是刚刚说的 有时候内容上的东西 你说你可能看不明白 或者你不懂 不要紧要的 我们主要就是找一些关键字眼 他可能是否举了一些名人 作为一个例子 或者是引用了一些古书 去作为一个例子 这样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里就是用了举例论证 这样 希望大家看完这一条片 就能够掌握到 去看议论文的技巧 以及能够掌握到 答题的一些重点 就能够掌握到 去看议论文的技巧 就能够掌握到